所以在台灣的經濟 正要蓄勢待發的此刻 我應該跨出勇敢的步伐 把台灣帶出去 展開黃金十年 再創台灣經濟的高峰 這是我後來要講的 可惜前面多花了一段時間 再回答蔡主席的問題 所以沒有時間說清楚 其次我覺得 我來參加這場辯論 本來是我過去一年多以來 一直希望能夠跟蔡主席碰面 但是蔡主席基於各種理由 各種原因沒有辦法實現 但是能夠等到這個機會 我是真的感到很高興 所以我是以一個 非常平實誠懇的態度來面對 我剛才也是把我所了解的 盡量能夠表達出來 因為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對這個議題 不是昨天前天 或者準備辯論之後才開始了解 或者深入的 我剛剛講 我2003到新加坡去參加 東亞經濟高峰會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在憂慮了 人家都在結盟 我們在哪裡 我當時在現場 一個四百人的場合 是李光耀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馬總統在辯論之後所舉行的 記者會的現場的情形 政委我請教你了 剛剛郭委員也講到說 理論上是做得到 就是說可以排除十年之內 還是都可以不要所謂的降低關稅 還是可以保護我們的農產品 可是如果說你是說的百分之九十 大概百分之九十 剩下那百分之十 就是一千多項 如果我們還是承諾說八百多項的農產品 你通通都不開放的話 你顧到這個你就一定失去那個 你農業顧了 工業一定會損失 怎麼辦 顧此事必 會嗎 對 這個大家都一直在談十年 跟百分之九十 實際上 我今天特別在很慎重的去看了 GATT裡面 第二十四條的規定 跟GATE 就是服務貿易總協定裡面的規定 他都不是用十年 也不是用百分之九十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到 大概我們同仁去查的結果 大概有二十三個自由貿易協定 他的期間還超過十年 大概有十一個協定 他也沒有達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他因為自由貿易協定 基本上是要雙方合議 而且要在一個自由自發的情況之下 大家來簽署 所以這個十年或百分之九十 基本上是大家在談 在解釋那個substantially 就是說涵蓋大多數的產業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看法 但是他是不是已經確定了呢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 所以這裡面是有一個空間 但是我這樣子講 並不是說 我們要逃避那個十年 或者是說百分之九十 這個我要首先要跟大家特別釐清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談判其實是有捨有德 這基本上是將來談判的時候 那因為農業部門一向是各個國家 他比較敏感的項目 不是只有臺灣 包括日本也一樣 任何一個國家 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這裡面的話 在農業部門兩岸之間 其實是有可以協商的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過去兩千零五年到現在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開放 對岸也相當程度的了解 臺灣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談判的一個團隊 基本上會盡最大的力量 讓對岸能夠充分了解 臺灣在農業方面 不只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他是生態的問題 他是文化的問題 是 這個問題 應該是可以在協商道 協商的場合上面 去得到對方的一個 同意說把這個部分 列為敏感的一個部門 或者是說讓他可以有一個 比較長的一個調適的器件 林老師 所以這個GATT 第二十四條 還是有很多的彈性空間 不一定一定會這樣子發生 不是 我覺得 假如有這個彈性空間 今天馬總統就很就很 明確保證這個農產品在裡面 我們今天要看 因為我們的談判對手是中國 中國在他的官方研究報告裡面 說很清楚 他要追求是兩岸經濟關係的正常化 是 正常化裡面有什麼 兩千一百九順項商品 那佔我們商品的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其中就是剛剛講的八百三四項 那個農產品 他要求這個限制要取消 這個是在民進黨兩千零二年以後 他認為你假如現在馬上開放 比照最惠國待遇 開放這些中國商品 共同商品進口的話 對臺灣的衝擊 對臺灣農業 對臺灣的中小企業勞工衝擊太大 所以有兩千一百九十四項 其中八百三十四項 中國希望透過這一次 他不會在WTO申訴 他不希望把兩岸經貿的問題 國際化 這我們要想的 所以當時陳前總統才講說 我就是兩千一百九十四項 不讓你開放 到現在 中國希望透過簽訂AQFA 他希望拿掉這個限制 他看到很清楚 三中在反對 所以他說好 我基於讓利 這個就不談了 但是你想想看 中國談判目標在這裡 那你談判是互相犧牲 互相讓步 怎麼可能永遠保證不開放 我覺得關鍵在這裡 而不是什麼GATT什麼東西 我們再來談一個 今天辯論的焦點 蔡英文 蔡主席一直在批評 馬總統說 你為什麼要照鏡 冒鏡 你為什麼不考慮更周延一點 你在急什麼 馬總統說 你怎麼能拖下去 我怎麼能不急呢 作為一個總統 看到這樣的一個軍貿整合的趨勢 他怎麼可能不急 我們來看看 到底臺灣該急 還是不用那麼急 我們來看看 整個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情形 當然我們看到 最重要的整合情形是歐盟 歐洲其實已經形成 幾乎是一個國家了 我們如果可以這樣講的話 歐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經濟體 美洲的部分 當然北美有自由貿易區 跟墨西哥這些合起來 還有加拿大 美國有一個NAFTA 南美也有一個自由貿易區 然後如果說 再加上加勒比海 這些地區呢 整個會有一個美洲的自由貿易區 美洲已經是一個經濟體 歐盟是一個經濟體 我們要談的最多呢 是東協 東南亞國協 這樣子一個自由貿易區 而東南亞國協 為什麼這麼急呢 是因為二零一零年 就是從今年開始呢 東協跟中國大陸 開始進去 所謂的東協加一 之後會有東協加三 儘管今天蔡主席也說 東協加三 可能會搖搖一期 或至少不會那麼快 可是我們也看到 南韓我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呢 他也可能會加入東協